各位同学好 接下来我们复习 三之四的范例三 那在这一体里面呢 它是有一个篮球 抛射出去以后射到篮筐里面 但这个篮筐既不是在最高点 也不是回到原本的抛出点的高度 所以它是一个比较不对称的 它是一个任意的一个点 那这种问题的处理方式呢 一样也是分为牵直向以及水平向 水平向通常是称为x 牵直向通常称为y 那我们知道斜向抛射或水平抛射 它在牵直方向其实就是等加速度 那等加速度我们又可以分 它的位移和速度来讨论 比如说我们先看它的速度 它在牵直方向的话 速度会是vy会等于v0y去减掉gt 因为这其实是从那个v等于v0加at来的 那因为我们的加速度是跟速度方向相反 所以有时候我们为了方便 我们会直接就把它的负号写出来 我们还是稍微写得仔细一点 那这个速度我们给它变一个颜色 好 这个其实是由v等于v0加ati的 那这个a今天等于-g 所以才会变这样子 好 这个是牵直方向的 牵直方向的 那水平方向的速度就是等速度 等速度的话就简单了 就维持恒定就好了 它就是v0 vx就是v0x 这水平方向的速度 然后如果我们讨论的是位移 那牵直方向也一样 它是delta y等于 v0y t减二分之一 gt平方 它的由来也是因为v 也是因为位移delta x会等于v0t加二分之一at平方 这是之前的 那现在我们把它换到牵直方向上 delta x就换成delta y 然后初速度就只看y方向的初速度 v0y 而加速度就是-g这样子 那水平方向呢 简单 水平方向的位移 就是今天的delta x 它会是 v0x乘以t 这是水平方向的 斜向抛射或水平方向的位移 我们用颜色去区分 好那么这些式子写出来以后 有四个式子嘛 一 二 然后三 四 这四个看看我们用哪些可以算出答案 那首先呢 题目告诉我们它的初速度呢 v0就是10 它阳脚抛射脚是37度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它告诉你它的水平方向的位移了 不是水平方向的速度了 它告诉我我们水平方向的速度 和前置方向的速度 这个v0在水平方向的分量 可以借由我们前一个影片所介绍的三角函数 来表示 v0和37度 其实就是v0 其实就是v0x 那同样的 类似的 这个Y方向的 Y方向的速速度的分量 那就是v0 那就是v0 在37度 那就会等于v0Y 这样子 好 那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从题目的条件 它的初速度和它的抛射脚 其实可以知道v0x和v0y 这是我们可以知道的 好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可以让我们算得出来一些讯息呢 第一小题 篮球从抛出到落入篮筐要1秒 我们如果要求得这个秒 求得这个秒的话 以第一个试子来说 我们还需要知道VY 那以第二个试子来说呢 要求得秒也是要知道ΔY 那这个ΔY今天其实就是 这个 就是ΔH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ΔH 目前还不知道 所以1和2其实是行不通的 那第三呢 第三只不过是告诉我们 它的速度就是 v0cosθ 这样而已 那第四呢 第四题目有没有告诉我们 这个ΔX呢 有 其实它有告诉我们ΔX ΔX就是 就是8 这个8就是水平方向的位移 所以这里就代入8 代入8以后 我们就可以真的 把这个时间算出来 因为V0X这其实就是 V0cos37度啊 所以它其实就是V0去乘上 它其实就是V0cos37度 V0cos37度就是 10去乘上 cos37度的三角形 这个一定要记得 5比3 3比4比5 这里是37度 所以这里其实是乘以5分之4 所以也就是8 所以其实它就是8等于8t 它t就等于1 这个t就等于1 秒 所以第一小题的答案才会是1秒 透过这四个式子 我们看题目给哪些条件啊 带入 带进去 去求位之数 那第二个 投篮处与篮框的高度差 它问的其实就是 ΔX 那ΔH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算了呢 我们既然知道了 时间是1秒了 那似乎就可以来算算 丢它H了 丢它H就会是 V0y 时间知道了哦 再减掉1 2 gt 平方 数字带入 V0y V0y的话是 V0sin 37度 Sin 37度 所以Sin 37度是 10去乘上 5分之3 所以是15 15 所以结果它会是 会是 会是 好 所以是10乘以5分之3 它是15 那后面的这边2分之1 具体平方 都是一致 数字都是一致 所以我们的高度差 其实就是 15乘以时间1秒 减掉2分之1乘以10乘以1秒的平方 那结果就是 15-5 15 怪怪怪的 哦 这里不是15 这里是 6 6 6乘以1而已 所以是6-5等于1 这里是1公尺 所以D8H是1公尺 1公尺 那最后呢 第三小题 篮球落入篮筐时的速率 那我们 这个就是问速率 而不是问位移 问速率 而不是问位移 那我们就要用速率的式子 那首先我们先画一个速度在这 这个速度箭头 我们移动不了 好 那这个速度箭头呢 画出来了 画出了速度箭头之后 我们 其实也是要分XY来看 这个是X分量 以及这个是Y分量 换个颜色 好换完颜色了 那 这时候它的水平速度呢 VX还是一样 跟它一开始的水平速度 一样 那都是 都是多少 都是8 都是8 那它的千指方向的速度呢 就需要用到我们的 1234 四个公式里面的其中一个 用到我们四个公式里面的其中一个 那是哪一个呢 跟速度有关的 就是第一个 VY等于 V0Y 减G T 时间也知道了 就是1秒 那V0Y是多少 是6 那时间是10 去乘以1 所以结果是-4 好 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向右8 向下-4的一个 向右8 向下-4 向下-4 -4就是向-4 就是向-4的意思是向下 所以 向下的4 这样子的一个速度 它的水平分量是8 8 而千指分量则是 4向下 那所以它的 合成以后 它的速度的大小应该就是 4-5 因为8的平方加4的平方才更好 就是4-5 所以最后一格 4-5 好 所以重点就是 这四个 看千指方向的速度 或看千指方向的位移 然后水平方向的速度 水平方向的位移 这四个式子 只要你熟悉 那就根据题目给的条件 来代入 就可以得到答案